你答应了 你答应了 天儿 你从小是我们当亲生女儿养大的 你的婚事我们是很慎重的 可不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啊 对啊 天儿 你可得考虑清楚啊 是 天儿已经考虑清楚了 这 这一一年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姐 对不起 我不该拿你的帕子 不该让你的帕子被别人捡到 不该让别人误会是你 可是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要相信我 第一 你让别人捡到帕子 第二 你让别人继续误会帕子的主人是你 第一点是既定事实 我且饶过你 第二点 你怎么解释吧 那个 我也是不好意思嘛 表姐 那你说 你怎么才能原谅我吗 好吧 那你说说 你将错就错的这个打算 准备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 然然 你是真的不想嫁给晴朗吗 一点都不想 嗯 这三年 我每天都做梦 梦里一直有一个声音 虽然 我记不起梦中梦的什么 但是这个声音我不会忘 他一直告诉我 不要忘记他 千万不要忘记他 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的 每次醒来 这个声音还是会围绕在我的脑海中 想忘也忘不了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想到这些 我都会很难过 我是不是真的把这个人忘了 所以他才会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的 来到我的梦里 告诉我不要忘了他 每次想到这些 我这里 都会好难过呀 那个声音的主人 你一点都不记得了吗 不过不管怎样 我一定要弄清楚 所以你不愿意嫁给晴朗 是啊 那你打算怎么说服舅舅舅母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第三个人 要不你帮我想办法吧 你不是比我聪明吗 你不愿意当人 你不愿意当人 你不愿意吗 亞貌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不会伤害她的 近日京城频繁出现命案 阁下这班在夜里黑衣飞行 又在别人高墙之上行走 不怕招别人误会吗 阁下这身大班应该不是京城的人 敢问阁下到京城所为何事 寻人 哦 寻何人 可能在下寻的 跟大人寻的是同一人 何以见到 刚才大人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 在下是位宫氏 不知阁下 自然有我的理由 大人寻这铃声便可以找到他 多谢 千万不要逼他 否则他会越玩越开心的 不必了 魔教吸血之术 传女 不传男 难怪大人一直让我们寻找 怪异的女子 不知道此人 是否与魔教有关 大人 您看 放了吧 是 放人 走 走吧 走吧 嗯 爹 娘 可是有什么要事发生 一会儿就知道了 老爷 老爷 夫人 小姐 表小姐 马上就到 嗯 娘亲 爹爹 冉冉 乖 天儿 舅舅 舅母 冉冉 你爹与我一直希望 你跟天儿一样举止大方 彬彬有礼 可是你自小身体弱 我们也就随你去了 可如今你已经到了婚嫁的年纪 也该学一学礼数了 娘 妹妹天性活泼 要是把妹妹变成天儿这般 那妹妹也就不是妹妹了 对啊 就是啊 娘 你看妹妹这个样子不是挺好的吗 我倒是还想娶一个 像妹妹这样的妻子呢 是啊 你上哪儿照相妹妹这么可爱的女子去啊 娘 您既然已经有一个 像表姐一样的女儿 何必再要一个脾气一样的女儿呢 就是啊 就是啊 弟弟们说得对 别再为难妹妹了 我也觉得 我觉得我们家冉冉 现在就挺好的 是啊 都给我闭嘴 你给我点面子 孩子们都看着 娘 您别生气了 冉冉学就是了 你看你看 我就说嘛 你看然然多乖呀 成亲之后 是有很多规矩要守的 那现在就放松一下 不也挺好的吗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啊 就是啊 对啊 对对对 然然 今日早朝后 你爹与秦将军商量 你与秦朗的成亲日子 定在了八月十五 爹 你怎么可以出卖我 我也是被逼的 我也不想啊 女儿 可是娘 妹妹嫁人 我们哥几个 可都还没同意呢 就是啊 我们都还没同意呢 都给我闭嘴 娘 距离婚礼的时间这么短 需要准备的东西 又这么多 万一有所遗漏 有损咱们苏府的颜面 不如给婚礼筹备 多些时间吧 是啊 老五说得对 我们苏府就冉冉和天儿 两个妹妹 还请爹娘慎重考虑 我已经请到了京城最好的喜娘 你 从今天开始就在府里待着 不许出门 跟着喜娘每天学习规矩 和婚礼的流程 天儿 你既然答应了楼家宝的婚事 你也学着点 顺便监督监督妹妹 是 娘 娘 你真的答应楼家宝的亲事了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 可 可是 可是表姐她 行了 然然我警告你 不许说出大家闺秀不该说出的话 好了 你们都下去吧 你们都下去吧 我说妹妹 你到底是什么状况 什么什么状况 八月十五 你知道八月十五是什么时候吗 什么时候啊 我真是要被你气死了 离八月十五还有二十天 什么 还有二十天 我就要嫁人了 我就不明白了 你这小脑袋瓜子里面 想的都是什么呀 还有心思去管你表姐的婚事 我 我我我我 我我我 我什么我呀 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吧 我的小祖宗 我我我真的要被娘亲嫁掉了 娘亲真的要把我嫁出去吗 娘亲她舍得吗 舍不舍得的 你上午又不是没听见 哎呀你真是要气死我了 妹妹你过来 你觉得我这个人的事 唉唉 唉 你让我听听 就说 怎么背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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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 这能行吗 不行也得试试啊 怎么样 娘亲说了 妹妹一心向佛 也是一件好事 娘还说了 既然妹妹不想出屋 那就不出 悄悄沐云静静心也挺好的 那就晚点让喜娘再来 不想吃饭呢 那就不吃 反正成亲之日 还是要瘦瘦的才好看 娘亲还说了 这么烂的主意 是谁出的 娘亲本来就是这么说的 妹妹啊 看来这戏 你还要继续演下去才行 不然 娘亲不信哪 五哥 七哥 你们先走吧 别管我 就让我在这里敲沐鱼吧 那我们再去找大哥商量商量 好 妹妹 那你多保重啊 哥哥晚一点再来看你 嗯 走了 走了 哎呦 您看过啊 哎 姑娘 来一个吧 哎 姑娘 来一个吧 怎么还不出来见我呀 哎呀 小师妹 我这进也进不去呀 这么多年过去了 狗洞我也钻不了了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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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师兄 你怎么在这儿啊 啊 怎么是你啊 我 我 你没事吧 没事吧 小师妹 哎 怎么是你啊 疼死我了 九师兄 对不起啊 我刚刚跑得太急了 就没看到你 啊 没事没事 不说这个了 小师妹 你怎么从这个上面下来了 哎呀 还说呢 我娘不是不让我出门吗 我就偷偷地跑出来了 九师兄 话说你怎么来这儿了 还不是因为你啊 你娘不让我进家去找你 我只有来看看狗洞了 但是 实在是算不进去 怪不得呢 我上次就差点被卡住 何况是你啊 走 陪我逛街去 哎哎 师妹 这边 啊 哎 伙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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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需要买点胭脂吗 哦 不是 我看到外面那个牌子 哦 我这儿正好缺一个姑娘 来帮我招揽生意 姑娘 你刚到京城咧 哦 是 哦 姑娘的家住哪儿啊 哦 我从西边来 西边 嗯 嗯 嗯 就你了 哎 姑娘怎么称呼啊 我叫金英 金英 好名字 小九 哎 带金英姑娘去吃个饭去 好嘞 谢谢掌柜的 谢谢 嗯 这边请 嗯 来 您看看 嗯 买一个吧 不要 您慢走 嗯 来 小姐 看看喜不喜欢啊 走过路过不要测课 哎 哎 老板 你还认识我吗 哎 这姑娘 这这过往的人这么多 我怎么记得住啊 哎 怎么了学师妹 她是不是都收你钱了呀 不是的九师兄 哦 上次我出门没带钱 就把一块玉 抵在这儿了 嗯 嗯 嗯 老板 嗯 我把银子还给你 你把玉还给我吧 哎 哎呀 姑娘 那个 那天自从你走了以后 啊 就来了一个公子 非要你这个玉佩 哎呀 这人高个子大 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给他了 嗯 个子很高 要说个子很高的话 你家的哥哥个子都挺高的呀 嗯 要说人高马大嘛 那只有你四哥了 你回家问问不就得了 是 老板 嗯 再给我来一包 啊 来 姑娘 嗯 谢谢老板 走 哎 去那边看看 嗯 上一次没顺利挂服 这次我要把师姐的也挂上 还有二师兄 就没有我的呀 哎 当然有啊 谢谢小师妹 小师妹 还有什么要买的吗 嗯 嗯 要不把这些都给买了吧 然后把他们搬到太蚁山上 这样的话 我就不用下山了 您又来这儿循接了 哼 是啊 不亏你们最近才没有命案啊 哪里哪里 我们去那边看看 你慢走啊 请动位 慢走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干吗跑啊 先躲一躲再说 这儿 干吗 救命啊 老实点 你们干什么 快 抓起来 小师妹 冷了 冷了 不动啊 对啊 λα 来 快坐 我都快好了 不用如此担心 你呀 都伤得这么重了 就不要出去走动了 你又拿出来了 明天是我娘的忌日 我想拿到她的坟钱烧给她 全烧了吗 留点念想也是好的呀 时间都过去那么久了 怕是找不到了吧 估计我爹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才一直闭关闭关 其实就是不想看到我 想起那些不开心的事吧 你不必担心 或许你们还会见面的 我也觉得 我感觉他一定还活着 只是我已经记不清 他长什么样子了 那你可以问问你爹呀 嗯 那就等到我爹愿意见我的时候再说吧 算了 我们不说这个 我们今天晚上喝鱼汤好不好 小师妹最喜欢喝我煮的鲸鱼汤了 正好给你尝尝补补身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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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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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说我是谁啊 小师妹 你傻呀 你要看那个老女人的打扮 还口口声声说要把你卖了 再加上之前绑架的那个姑娘 这里肯定是妓院啊 你要说出来你是谁 将来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再说了 你说出来你是谁 她会把你放了吗 这种人连钱都不要 这里肯定不是一般的妓院哪 这个怎么办啊 刚刚那位姑娘 也一定是被绑在哪个地方了 你还有心思担心别人哪 我们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早知道当初在太乙山 就不偷懒了 好好跟二师兄习武了 没事小师妹 不是还有我九师兄在呢吗 九师兄又不是二师兄嘛 九师兄 九师兄有钱呢 我听说对面这家花场 是全京城最好的青楼 里面有各色各样的女子啊 那那些女子一定都貌美如花吧 错不了 你懂什么呀 有的时候 这女人不一定要长得美才就好 这么说你去过了 跟我们说说怎么样 说说 曾经攒钱去过一回 你们知道吗 对面那家青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什么 这家青楼啊 经常会来一些新货色 甭管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这老板呢都能给你变出来 他们老板好像叫万春吧 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哪 对面那家青楼的姑娘 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对她死心塌地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帮女人的功夫 那都是万春那个娘们一个一个的挑脚出来的 那小身板啊 哥哥 快放了我们 放了我们 你们想干什么 放了我们 救救你们放了我们 放了我们 救救你们 小师妹 小师妹你别怕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 你一定要坚持住 如果派人把你买走了 你就告诉他们 你救世兄有的事情 你们要把我救世兄带去哪儿啊 小师兄 不要说出你的真实什么 你一定要告诉他们 你救世兄有的事情 记住了吗 救世兄 进来 去忙 你跟不买了 那好 还心想要去吗 是啊 有些地方 跟我胡 Eux 是 你送�리 你帮她 我手 那 不然 那个屋子观止的姑娘 您是要 那姑娘 一看就是上斗货 门口那些歪瓜裂枣 那是无福享受的 玉姐的意思是 给那些爷准备的 那些爷 千里迢迢来到我这里 为的就是一个 奇货可居 那个姑娘 是她自己撞上来的 而且时间刚刚好 今天是拍卖会 就把它做成亚轴的 是 对了 那些爷 来京城都入住了吗 其他的爷都到了 只还剩下那一位爷了 那一位爷 到如今 我都没有搞明白 他到底是什么来临 给我小心伺候着 是 你就在这里候着 如果老爷夫人过来 就说小姐闹脾气 你早睡下了 是 都怪我 要是我不走 在那儿陪着妹妹 哪至于发生这种事情 现在倒好 天都已经黑了 她还不回来 我真担心 她会遇到什么危险 三哥 你去岳府打探一下 看看岳老三在哪 如果见到她 问她是否见过妹妹 嗯 冉冉平时虽然调皮 但是从来不会夜不归宿 我怕她出事了 不行不行 我现在就要去告诉爹娘 苏姐 坐下 你这个时间出去告诉爹娘 无非是让他们担心 等会儿去找大哥他们 我们兄弟几个 出府去找 切记 别让别人发现了 那我们快走吧 那你们去 我去阮阮房间 如果他回来了 我就放消息给你们 走 你们去东城找 你们去西城找 老五咱俩去南城 好快快 走 走 我猜你会来 他在哪儿 他出门未归 我怕他出事 希望你能把他平安带回来 嗯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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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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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幫我倒一會兒 好 好酒料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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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爺大家好 在這裡萬春感謝大家的再次光臨 接下來為大家呈現的是春眠不覺曉 年方十六初睡未醒 請各位爺賞見 不錯不錯 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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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姑娘我要了 謝謝這位爺 下一位為大家呈現的是萬綠叢中一點紅 年方十八焦艷玉滴 請各位爺賞見 好 你要啦 咱呦 好 楠 范 終會 對 請賞 我还以为这个月您不来了呢 不过今天您还是赶上了 您瞧瞧 这是这个月最好的趣儿了 这位我要了 客官真有眼力 您难得拉一回铃声 还被别人抢了心 要不您等下个月 我只要她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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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 你真是 妹妹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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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你 别打我 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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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给我住手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快救救我小师妹吧 你小师妹是谁 我小师妹是苏然然 什么 我小师妹是苏然然 阁下是 我是岳峰 你跟岳家什么关系 我是岳家的老三 你们几个 留下来处理他们 你们俩跟我走 是 是 这边 你查清楚了 真的是那位爷 不可能错的 这就怪了 玉姐进的就是她的包尖 不会错的 这位爷在每次的拍卖会上 从不点姑娘 可是出手阔处 总是来往于各位爷之间 虽然这些个爷之间从不来往 但是唯独与他不接完 所以连玉姐也一直忌惮着他 我一直以为他来我这儿是另有目的的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 这边怎么从这儿 你 разв 这边 隐瞒 拜托 这边 你 我 你 他 他 我 我 你 我 你 没想到京城 竟然还有拍卖女子这种地方 我也是第一次来 看来啊 以前都白活了 我一定要彻底产品 这个丧尽天良的地方 那我小师妹怎么办 据胭脂谱老板交代 沙黑市老板娘 玉姐的 是一个戴命剧的男人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人应该是月灵宫的 日轩 月灵宫 日轩 她们跟我的小师妹 是什么关系啊 我们现在就朝着 带走苏然然那个人的方向去追 根据万春所交代 这个人 是在苏然然被拍卖的时候 才出现的 然后才杀的玉姐 那么我觉得很有可能 这个人想要的 是苏然然 然后 我贿赂了那个送牢贩的 才得以偷跑出来 然后 然后就遇到了秦朗 然后我就带她去救小师妹 可是小师妹她 被人带走了 被人带走了 带去哪儿了 听那个老板说呀 小师妹是被邻国的一个 王爷给拍下了 什么 要不要告诉舅舅舅母 派人马去找然然 不行 爹娘现在一定还以为 妹妹还闹着当尼姑呢 绝对不能让她们知道 妹妹还去了青楼 现在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们的妹妹 被那个什么所谓的王爷 带走了 还愣着干吗 去追呀 只要找到那个王八蛋 扒皮抽筋才好 更不行 这样的话 妹妹的明节就全毁了 这不行那不行 命都没了 要明节还有个屁用 妹妹上青楼 那是她自己愿意的吗 要是将来秦老二 敢嫌弃她 那更好 我就把妹妹留在家里面 伺候一辈子 我反对 小师妹的明节 绝对不能毁 你懂个屁 反正就是反对 反对 反对 不是 你有什么资格反对啊 要不是你带着她出去玩 要不是遇见危险 你没拉着她一块儿跑 现在能出这个事情啊 你以为我 我愿意啊 现在小师妹 被人卖了初夜 还可能被那个魔头追杀呢 现在这事情 能大张奇谷吗 你刚才说什么 初夜 什么 初夜 初夜 行了 都给我住手 让鞭 让鞭 事情已经发生了 对她动促有什么用啊 我想听听老五的看法 既然这个王爷来京城 是秘密而来 做的又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那就说明这个王爷 一定是带着妹妹 立马离开京城 绝对不会过多地逗留 对 秦朗也是这么说的 我们现在 马上派人 去城外搜索 秦朗还说了 那个戴面具的是日轩 也更能去找小师妹了 这正是我担心的 时间不等人 咱们赶紧行动吧 咱们赶紧行动吧 有没有 我说明天